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带来福分的人生 在台湾教会界 有国宝级牧师之称的 叶明汉牧师 于今年初四世 而他一生的遭遇 却是许多人想都没有想过的 叶明汉牧师年幼时 一直活在死亡的阴影中 哥哥和姐姐 在母亲怀他的这十个月里 相继得了疾病身亡 母亲临产前 身患重病将他生下 但接下来生的四个弟妹 却没有一个活下来 连父亲也在叶明汉十岁时 得到癌症 家庭遭逢这种变故 亲朋好友 都以异样的眼光 看叶明汉 原来在他出生的时候 家人就曾替他排过八字 算过命 认定叶明汉是一个 克父克母克兄克弟克妻克子的 标准克心 而结果真的 他十个兄弟姐妹死了六个 最后他的父亲也离世 而为了突破自己悲苦的命运 叶明汉潜心研习算命学 努力专严命理 并且当起了算命师 但没想到 他却在五年后 得了和父亲一样的疾病 那时叶明汉 整个心思意念 只认定 似乎只有死 他才能得到解脱 但就在他准备行动时 他突然想到 还有一位上帝可以求救 于是叶明汉便开口 向上帝祷告祈求 而没多久 他感受到内心的重担压力 和捆绑得到四方 从那时开始 叶明汉便在基督信仰里 找到全新的生命 上帝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使叶明汉从一个原本 被人认定的标准克星 到成为能为人带来福分的福星 亲爱的朋友 为了脱离死亡的因应 叶明汉努力钻研命理 却发现 尽管算命的人 可以知道许多的事情 却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 就在他人生走到绝境时 叶明汉遇见了上帝 他的人生有了全新的开始 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人 一个认识信靠上帝的人 不用一直去想要怎么消窄解恶改变命运 因为不管过去你的命运如何悲苦 在上帝的手中都可以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而且是一个蒙福的开始 亲爱的朋友 面对现今大环境的考验 你心中有平安吗 当人生有许多突发状况时 你是不是也曾想过 要怎么消灾解恶呢 今天 是农历的7月15日 许多民间信仰都在普渡拜拜 为的就是希望 日子能平安顺利 然而 从业明汉生命的改变 让我们知道 这世界上只有一位上帝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也只有上帝可以带给人真实的平安 使人不用再活在恐惧 禁忌和死亡的阴影之中 今天 鼓励你 也可以开口向上帝祈求 相信上帝的爱 上帝所赐的平安 必要进入你的心中 你的生命将会因着遇见上帝得到改变 从此活出能为自己 为人带来福分的人生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 凡事都能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